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由 AIPIN主办的数据科学家面试系列讲座 我是Jayton老师 今天的话我们会讲这个第六讲 就是统计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 咱们这个讲座的话呢 就是一共安排了有十讲 我们前面就大概讲了就是数据科学家 数据相关这些工作岗位的在美国招聘的情况 面试的形式以及面试的技巧的一个中数 接着我们就分数据库大数据数据结构和计算机算法 以及这个概率是吧 给大家就是每个题目都做了详细的分解 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统计相关的这个话题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去分析一下 就是在统计这一块的面试的这个重点 概率和统计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我们数据科学 或者所有这些数据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基础 而且这个统计呢又和我们下面要讲的那个Motion Learning 他们又有这个非常这个重要关系 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些overlight 就是相重叠的地方 那么相重叠的地方的话呢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regression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认为就是这个的话 你在统计里面讲也行 你在这个Motion Learning里面讲也可以 今天的话我是把这个regression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放在了这个统计重点的一个最后一点 那么我会主要focus在什么 就是一种回归的一种分析 就是regression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是吧 我们怎么来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特别是比如说这个correlation 就是相关性的这种分析 好那除了这个regression的问题的话 那么在统计里面我就几个重要的部分 是吧 第一个描述型统计 第二个什么就是这个inference 是吧 推理就这种推理的这种统计 比如包括采样 包括这个 Central Limit Serum 也就是中心极限定理 是吧 confidence Intervals 也就是置信区间 是吧 还有的话就是两个重要的这个统计的实验方法 是吧 一个是hypothic test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AB test 最后的话是什么 就是这个回归分析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复习这个统计的时候 和我们应该照顾到的这些重点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根据每个重点给大家再做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讲解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要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和这种推理性的或者推断性的这种统计分析 他们之间有什么的不同 有一些书上讲就是这个是两个分支是吧 是统计分析这个技术的就是两个分支 有的书上讲的话这个是两个分前后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咱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这种描述性的这种统计分析呢 他主要是让我们去做对一个失误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销售量是吧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过去的一些销售的数据 做一种就是汇总总结或者是一种描述 也就是说这种描述的这种统计的方法是什么 他是通过描绘啊或者是总结我们这些观察量的基本情况 然后呢我们给一个什么给一个描述型的一个 一个这个像比如说我们产生一个报告 或者我们产生一个这个做一张这个图 是吧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分析数据的比如说它的趋势 或者是它的这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这个嗯它的平均值的一个变化 是吧 那这个的话就都是属于这种这个描述型的统计 那么推断型的统计呢 它是什么 它是研究如何根据样本数据去推断总体数量特征的一种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边有一些样本是有限的 有些像本其实是无限的 而且大部分的情况下样本都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什么怎么只能通过采样的方法去 部分的怎么样去通过部分的数据去估计这个整体数据的这些特征 那么这个的话就属于我们讲一下推断型这个统计 它是对什么 它是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 就前边那种统计型的描述型分析的这种基础上呢 对于统计总体的未知数据特征 做出一种以概率形式的一种描述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先去搞清楚就是什么是描述型统计 什么是推理型的一种这个统计 这两种方法在我们数据分析里边都用到 好我们来看看这种 descriptive statistic 它包含哪些东西 它包括比如说我们肯定要讲这个平均值 然后medium中值 还有mud重数 是吧 这个地方比如经常会有人问 就是说这个平均值和这个中值有什么差别 如果我们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 我们是用这个工资的这个平均值呢 还是中值是吧 那你说啊我要用这个中值来表示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中值来进行表述 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描述型统计的概念 比如说方差标准差以及一个数的范围 就是你所采集的这些样本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工资水平从 6万5千是吧 到20万 那么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以后你可以用做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下面要去讲那个cultiles 就是四分位数 就是根据四分位来进行一些统计分析 那你这个range就变得非常重要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偏差以及这个峰值度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四分位数是吧 跟四分位数一起的话 还有一个叫什么百分位数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 看这个图是吧 这个图等于上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就是这个四分位数 也就是我们把一个范围 我们采样的一个数据集上 它是有一个范围 那我把它什么把它分成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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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好的话 我们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取这个medium 中值是吧 那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分析 就是可以怎么 可以大概知道就是我们这些样本 它的分布的情况 然后我们进而呢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拿它去做什么 就是啊 同学们肯定都知道 有一种叫什么 叫out layer detection 那么有一种去找这种out layer的方法 什么就是用什么 就是用这个contact的方法 就四分位的数 它呢 就是怎么方法呢 就是它在哎 我们这个25%和25%是吧 Q1Q3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这个差值叫什么 叫interculture range 好 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叫IQR的东西 IQR乘以什么 乘以1.5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怎么就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范围 找了一个更大范围 然后这个范围之外 我们就认为是这个out layer 就作为一个值来讲 它基本意思是说 我做了一个采样是吧 然后采样之后 我有大概这么一个范围 然后把这范围的双范围扩大一点 如果还有我还在我的扩大范围之外 那我就认为它是这个out layer 当然这个out layer detection的方法 不仅仅是这一种了 这个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方法 它有很多这个别的一些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population和这个样本 是吧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样本这个有很多的属性 比如平均值 然后medium 什么标准差 是吧 那这些的话 就是说 它不能称之为 他们都是什么 就是我们表证 就是我们这些样本的基本的情况 然后的话 这里边就是这些样本的这些属性 是吧 那么的话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只是表证 就是你样本本身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并不能真正的 就是说去表证你总体的population 它的一些统计的一些特征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等于相当于就有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叫什么 叫推断性的统计 推断性统计是什么 它是说我根据我采用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去进一步的去推断 在整体的这个population里面 我这些统计的这些参数是多少 是吧 好 那么这个里边的话 就是推断统计 其实它是一种 我觉得比那种 就是描述统计来讲 就是更重要的一种技术 它是通过一些 就是采样来去对总体进行分析 所以这里边 就是有很多什么 就是那种 可能性 就是又增加了很多这种 就是可能性 比如说最近要搭选是吧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survey是吧 就一些调研是吧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电话是吧 让你去填一个什么表 那么这回你会看到两个候选人是吧 他们通过这些survey的情况 就是会怎么样呢 会预告他们这个胜算是多少 然后并且还会告诉你 这次这个采样的误差是多少 但我很少听到 就是说有人去讲 就是说啊 胜算是多少 每个人的胜算是多少 这个胜算的误差是多少 但我很少有人去听说他是在 就他们算的这个数有多大的可能性 是吧 这个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 咱们作为一个 就是用这种统计方法去分析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要去考虑说 这个他有多大的可能性 就是说他们给我们的预算 给我们预估是什么 是在真正的population 就在真正的 就你把所有的人全部 因为你抽样子 你只是抽 就是有一部分人他参与了你的是吧 那真正等到投票的时候是什么 是是是是大家全都去投票去对吧 嗯 好来我们看一看这个 嗯 还有一个参考内容 就是这种抽样的方法是吧 比如说有 嗯 cluster zumpling 啊 有这个random 就是随机的是吧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种叫 啊 分层的是吧 还有什么 还有系统抽样的 我觉得这几种方法 我们可能都要去这个稍微啊 看一下 暗 花 嗯 试镜 要